Auto 0 auto 他要放在中间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在你的那个纯示码里面呢 他会自动产生什么 产生刚刚写的东西 所以你刚刚做的事情 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写上去 那你要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自己打上去就是 Market-Tap Tap 就这个 为0 Pixel OK好自终了嘛 第二个的话我要做什么动作呢 第二个我要 希望他能够 跟着萤幕大小说放 比如说我在大萤幕上面 就看到大地图 小萤幕看到小地图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Wise有没有 改成什么呢 Auto 刚刚不是320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改成Auto的话 按套用看看 有没有看到 自动说放了 所以Auto在配合什么 Wise Lapse Market Auto 居然可以做出自动说放 的效果了 所以以后呢 无论你在任何的手机上面 看到的都会是 他希望看到的尺寸 这个不实在是太 这样实在是太棒了 因为以前如果要做这件事情 在Java里面实在是 太困难了 OK 再来最后还什么 如果你要希望个边框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边框 对不对 你可以给他什么呢 边框 然后宽度的话 如果全部都一样 5个pixel好了 好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看边框 有没有出现 按套用就知道了 没出现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填东西 填一个什么呢 Solid Solid 这个要填 然后这个尺寸 接下来的话 有没有边框出来 如果你不要Solid 你可以用别的样式 再来就是说Color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颜色的话 你可以再改其他颜色 改一个好了 随便 改个红色的好了 不要明显 套用上去 所以边框 马上变成红色 OK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CS样式 以往 是要写程式的 写旁边这一串 全部都自己写了 如果你没有工具的话 但是呢 如果你懂得用尊重一个来做的话 根本完全